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的心来到赞美你 我们预备我们自己来到炒见你的面 求主你来到带领我们 我们要来到歌唱 歌唱主你的爱 谢谢你主耶稣 我们这样子的祷告 那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高过一切高山雪海 你爱的墙和留下我 紧握张开我的心满绕 一直折来释放我 在这里中我在洗澡 每一天我高举双手 我要不停的唱音 你爱的墙を 我要歌唱你爱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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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一起来打歌唱 我们神的爱到永远 高过一切高山深海 你爱你江河流下我 寂寞散开我的心门 让一直折来释放我 在这里中我珍惜了 每一天我高举双手 我要不停的唱一 你爱我 我要歌唱你爱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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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全心残念 原来它会很稀奇 但当世界还接着光 我们的欢喜 却变像我们一样 我要歌唱你爱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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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歌唱的爱到永远 我要歌唱的爱到永远 我歌唱的歌给我力量的 万事都能做 或风浪或凝固 祝平安在我心 我歌唱的歌给我力量的 万事都能做 心在注定之意 我万事都能做 我歌唱的歌给我力量的 万事都能做 或风浪或凝固 祝平安在我心 我歌唱的歌给我力量的 万事都能做 心在注定之意 我万事都能做 心事未成看见 依然仰望是假 阿们 阿们 心事未成为 万事都能做 或风浪或凝固 祝平安在我心 我歌唱的歌给我力量的 万事都能做 万事都能做 我歌唱的歌给我力量的 万事都能做 万事都能做 或风浪或凝固 祝平安在我心 我歌唱的歌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心在主的真意 我凡事都能做 我靠全能讲 给我你的安定 凡事都能做 我风浪或低谷 主平安在我心窝 靠全能讲 给我力量你 凡事都能做 心在主的真意 我凡事都能做 心在主的真意 我凡事都能做 再肯定的唱 心在主的真意 我凡事都能做 是的 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 我们凡事都能做 Hallelujah 我来到你宝座 我献上我的祷告 在这宁静时刻 我听见你声音 因为你的爱 已经找到了我 是我陪的走进你的同在里 让我们来到神的宝座 来到向他祷告 向他歌唱 来到云云宝座 我写上我的祷告 写上我的祷告 在这宁静时刻 我听见你的声音 因为你的爱 已经找到了我 是我陪的走进你的同在里 在这宁静时刻 在这安静时刻 你聆听我呼求 享受在你的荣耀 神节中 求你一样敬礼 来光照我的心 你是我心 充满了快乐 你一样敬礼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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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转软心靠 耶和华 是我安然居住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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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宁静时刻 我听见你的声音 因为你的爱 已经找到了我 是我陪的走进你的同在里 在这安静时刻 你听见我呼啸 你一样敬礼 享受在你的荣耀 神节中 求你一样敬礼 来光照我的心 你是我心 充满了快乐 主啊 你是我转软心靠 主啊 虚晎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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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晎化 愛已經找到了我 是我陪的走進你的同在裡 在這安靜時刻 你聆聽我呼求 享受在你的榮耀 神節中 求你一樣起臉 來光照我的心 你是我心 充滿了快樂 主啊你是 我全然靜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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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全靜靠 我全靜靠 以坦荡的心 领受神明火水 从祢而来的温柔谦卑 让我们以真正的心来到相祖的美 以真正的心 相复在祢面前 开我心眼 使我看见 以坦荡的心 领受神明火水 从祢而来的温柔谦卑 和了冷天 已经和在我 和了冷天 你宝雪为我流 和了冷天 你亦为荣耀为我冠绵 我的罪已充满赞美 以坦荡的心 相复在祢面前 开我心眼 使我看见 以坦荡的心 领受神明火水 从祢而来的温柔谦卑 和了冷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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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尽管在乎我 和了冷天 你尽管在乎我 和了冷天 你宝雪为我流 和了冷天 你尽管在乎我 和了冷天 你尽管在乎我冠绵 和了冷天 我的罪已充满赞美 和了冷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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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尽管在乎我 和了冷天 你宝雪为我流 和了冷天 你尽管在乎我 和了冷天 你尽管在乎我冠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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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秘密 为了所有崇担 你已挪去 我所有枷锁 你已挪去 我所有崇担 你已挪去 我所有伤悲 你的秘密 为了所有崇担 何德南天 你侵略在乎我 何德南天 你宝雪为我练合 何德南天 你依存贵 荣耀为我冠绵 何德南天 你侵略在乎我 何德南天 你宝雪为我练 何德南天 你尊贵 荣耀为我冠绵 何德南天 你尊贵 荣耀为我冠绵 何德南天 你尊贵 荣耀为我冠绵 何德南天 你侵略在乎我 我的罪 你充满责美 是的 耶稣这是何等的恩典 你在乎我 你在乎我 你在乎我一切的需要 你在乎我现在面对的挑战 你都在乎 谢谢你主耶稣 谢谢你 因着你的爱 你找到了我 我要不停的 来到赞美你 感谢你主耶稣 感谢你让我们有 这个生命气息 来到敬拜你 求主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 在以下的时间 能够听见主 你要对我们说的话 求主你来到引领 求主你的圣灵来到帮助我们 我们谢谢你主耶稣 祷告来是奉靠主耶稣的名中 阿们 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时 求主洁净我们的罪 让我们守洁心情地来朝见主 今天是主日 在世界各地的教会 讲台上都在传扬你的信息 不论是实体敬拜或往上敬拜 毕竟你的信息都被传开 使更多的人能够听到福音 隐信道是从听到而来的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要感谢你 感谢你在2020年 前半年已经平安地度过 虽然疫情还是没有完全回转 主啊 过去的半年 我们深信都是主你的看顾保守 带领我们都得到平安 围着接下来下半年 继续交托在主的手中 在这期间 我们虽然不能有尸体的敬拜 但求主你的灵带领 让我们内住的圣灵 会彼此的带导 彼此的扶持 一起为神家的事做守望者 以祷告来到你的跟前 教会是主你的身体 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特别为着我们的教会 在下半年要进行的一些事工 给我们意向 在每件事情中 都有看到神你的掌管 你的引领 以至于达到永神 一人的目的 为着我们的国家 马来西亚来祷告 主啊 执政者需要的是 你上头来的智慧 来管理国家 如今 人民的生命 真的是在水生活里 政策不稳定 照东目西 生意难进行 人民收入减少了 或是没有了工作 每天不知道这个局面会几时停止 生活当担子 港在肩上 新洲有很多的忧虑 不只是衣室住行而已 也为了孩子们的交易担忧 这样下去会对国家 我们的下一代 身受很大的影响 每天所听 所看到的 都是非常消极 负面的新闻 主啊 我们真的是处在 干旱 疲乏 无水之地 神啊 你是我的神 是我们的神 是我们家庭的神 更是我们国家 整个世界的神 我们深信 只有上帝掌权的一天 这世界才不至于摇动 主啊 这段期间 让我们更会转眼 仰望耶稣 以你的慈爱 比生命更好 在不如意的情况下 心情紧张 彷徨 不安时 更会来亲近主 和你有更亲密的关系 主我们谢谢你 你不止给了我们救恩 你也是我们的保护者 你也是我们的供应者 我们祈求 这世界性的疫情 早日过去 我们知道 主 你一直都是在掌权 你对于我们 身为你儿女的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乃是赤平安的意念 无论事情多不好 在主里 一切都有主 你美好的旨意 让我们摸着主的心意 从中学习到 主要我们学习的功课 走在主你为我们 所定下的命定里面 为着弟兄姐妹 要接受接种的带导 让一切都顺利 没有太大的副作用 也为着身体 欠佳的 生命的 无论大小 神啊 你都在看顾着他们 求主你安慰他们的心灵 让他们深深的知道 这些的病痛 都不是从神里而来的 因为主 你所受的病伤 我们的医治 因为你就是要医治 我们各样大小病的医生 特别为着了明亮 与孕芬姐妹 来交托给您 主啊 也为着在学习上的 小学同学 中学 或者大专生 让他们都能够专心的 好好的在学习 网上的课程 好好的预备自己 来为主你所使用 主啊 为着我们每个会有的需要 不论是经济上的 心灵上的 肉体上的需要 来向你祈求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的主是万能的 你必照着个人所需要的 来供应给我们 我们先向主你说声 谢谢 为着讲员 今天释放神的话来带导 让神的话 成为我们生命中 成长中所需要的养分 让我们也会 日夜地思想 神你的话语 也预备我们的心 来听主你的信息 我们这样祈求 仰望 祷告 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 宝贵的圣民所求的 阿们 让我们一起来翻阅 马可福音六章一至十三节 第一节 耶稣离开哪里 来到自己的家乡 门徒也跟从他 到了安息日 他在会堂里教训人 众人听见就盛希奇说 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 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 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义能呢 这不是纳木匠吗 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 约希 犹大 西门的长兄吗 他妹妹们 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 他们就厌弃他 耶稣对他们说 大凡先知 除了本地 亲属 本家之外 没有不被人尊重的 耶稣就在那里 不得行什么义能 不过 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 治好他们 他也诧异他们不幸 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 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 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 也赐给他们全病自服污鬼 并且呼吁他们 行路的时候 不要带食物和口袋 腰带里也不要带钱 除了拐杖以外 什么都不要带 只要穿鞋 也不要穿两件挂子 又对他们说 你们无论到何处 进了人的家 就住在那里 直到离开那地方 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 不听你们 你们离开那的时候 就把脚上的尘土 剁下去 对他们做见证 门徒就出去 传道叫人悔改 又赶出许多的鬼 用油抹了许多病人 治好他们 这是基督的福音 家庭的姐妹 祖内平安 今天跟大家所分享的信息 是在马可福音 六章一到十三节 那今天的经文 在六章的一到十三节 那在这一段的信息 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 今天取之一个题目 是福音路不停息 题目是福音路不停息 那在这一段的信息里面 我们今天从两个方面来看 那第一方面 是一到六节 是讲的是福音在家乡被拒绝 那第二个方面 是福音在外被传扬 是七到十三节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耶稣基督 我们感谢你 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们来敬拜 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 求正义的人来引领我们 透过你的话语 让我们更加的来认识你 也来透过你的话语 来指引我们生活 指引我们走前方的道路 也让我们在这福音的道路上面 持续坚守 不断的来去成长 也让我们把福音带给那需要的人 求主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时间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今天所讲的 是马可福音六章一至十三节 那这是两段不同的事件 那第一段是经文是在一至六节 是讲述耶稣回到自己家乡传福音 被拒绝 接着第七节 指第十三节呢 是讲述门徒被拆派到外地去传福音 那这两段经文呢 我今天是从宣教的角度来看 那第一段是耶稣在家乡 就是在内被拒绝 但是耶稣没有因此停止传福音 他就到周边去传福音 既然家乡的人拒绝他 他反而往外去传 继续去传福音 并且使拆派门徒出去 去传福音 也让我们看到 在十多行传 一章八节 圣灵降临 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直到地级 为主做见证 其实也让我们看到 福音在内 往外传 那么 接下来看 透过这段经文 我们来看 对福音 给予我们 怎样的一个学习 我们看耶稣在传福音 他给予我们什么样的榜样 那第一个 第一点 福音传与家乡被拒绝 那是 一指六节 那我们来看看第一节 经文告诉我们说 耶稣离开那里 来到自己的家乡 门徒也跟从他 首先让我们知道 耶稣离开那里 那里是哪里呢 来到自己的家乡 又是哪里呢 好 耶稣离开那里 其实是在 离开的那个地方 是加百农地区 那加百农也是耶稣 在加利利传到的基地 他传 耶稣在传福音的声望期呢 他整个是围绕在 这个加百农 那现在耶稣回到自己的家乡 他家乡就是拿撒勒 那加百农 与这个拿撒勒之间呢 他们有四十多公里的 这个的距离 首先我 让 告诉 让大家知道 耶稣在加百农 所行的这些神经呢 其实他家乡的人 都有说 保温 其实看到耶稣在加百农 加百农那边传福音 包括他出去布道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的人来跟随 看到门徒也跟随着他的老师 一起呢 就回到了 拿撒勒 所以我们接下来看第二节到第三节 经文告诉我们说 到了安息日 耶稣就在会堂里教训人 然后这些众 众人呢 就听见 他们就很稀奇 说 这个人是从哪里来的呢 他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 他所讲的是 谁赐给他这样的智慧 他手里怎么会有这样的 何等的异能呢 那 这段经文 这奥节到三节 让我们看到 耶稣回到 他自己的家乡 他每几天就是安息日 那耶稣就照常进会堂教训人 接着我们看到 耶稣在加百农 他在 这个地区 他传福音的时候 我看耶稣经常是到 会堂里教训人 但是 耶稣被 受邀起来 做教导 但这里面他有一个背景 就是 犹太人呢 安息日聚会的时候 他们往往是邀请 在会堂里 最受尊敬的会众 或是那些访客来教导 来起来讲话 但是这些听众呢 听到耶稣所讲的 就感到稀奇 你讲了 他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呢 他何等的异能呢 其实也是 耶稣在加百农地区 所行的这些神迹 所讲的这些 他们是带着一种怀疑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会众对耶稣太熟悉了 他们一想不到 曾经跟他们在一起当中长大的 你不过是一个平凡的人 你怎么会有这样 惊人的成就呢 就像耶稣在其他地方治病 赶鬼 然后叫雅鲁的女儿 复活这一类的神迹 其实耶稣并不是像他们 所听闻的教师一样 他把耶稣好像 跟他们的教师 把他一个平衡起来 其实耶稣所教导的 是带有权柄 带有能力 跟他们平时的这些教师 完全是不一样的 但是这些拿撒勒人呢 这些听众呢 认为耶稣 不过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他们就嫉妒起来 就愤怒起来 厌弃他 你是谁啊 你跟我们是一样的 你还起来教训我们吗 你是什么样的人呢 说白了 你就不过就是那 木匠的侯子吗 藐视他 侵蚀他 那接下来 我们看到 第三节 你就不是那木匠吗 你的家人 你的妹妹 不也是都在我们这里吗 这些不能接受 但我们看到当时的 从那个背景 他们看到拿撒勒 当时耶稣那个时代 人数也不是很多 大概也就五百多人 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 接下来看 耶稣 就对这个会众 对他们讲 说大凡先知 除了本地 亲属 本家之外 没有不被人尊敬的 哇 这个是很经典的一个 在新疆很经典的明年 那我们看到 耶稣 不单受成理人的 和亲友的排斥 甚至他家人都反对他 其实这里也是表明 耶稣 展现他先知的角色 因为我们知道 耶稣 他有先知君王 祭祀的职份 但是拿撒勒人 却不愿意 从启示的层面 去接受他 我们看耶稣 在外传福音 多少的人来拥挤他 来跟随他 但是耶稣 主动的来到自己的家乡 这些人反而拒绝他 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 很大的一个反差 耶稣 却信靠了耶和华的名 让我们接下来看 第五节 第六节 耶稣在那里 不得行什么神迹 那些义人 不过只是安守在几个人 病人的身上 只是把那几个病人 治好 那耶稣就猜疑 他们不相信 那耶稣 没有停留在 然后就 往其他地方去了 那这里面 让我们看到 耶稣他拥有一切的能力 但是呢 他家乡的人却 不相信 也不接受 他是先知 也不领受他 所传的信息 因此 耶稣在拿撒勒的工作 就很有限 因为没有人接受 因为他们的心里不相信 那些人心里刚硬 但是呢 耶稣仍然有机会 虽然这 很多人都不相信 但是呢 他 依然有那个好的机会 就是什么 灵就有一点 他也抓住 就医好那几个病人 也让我们看到 耶稣 他不会在那 不相信的人中间 做任何伟大的事情 虽然拿撒勒的人 宴席耶稣 但是 周围的人 却等待着这个救恩的来临 同时也让我们看到 耶稣没有因为家乡的人的不幸 刚硬 他就停止他的工作 他反而继续 风尘仆仆的 把福音传开 你家人不接受 家乡的人不接受 那我就出去 家人和姐妹 你愿意 离开自己的舒适地 去传福音吗 最重要的是 今天 我有在传吗 耶稣在外被尊重 回来被藐视 被轻视 但是他并没有因着家乡人的这样的藐视 轻视 他就停止 传福音 反而继续往前走 你愿意吗 你在传吗 今天 接下来我们看到 耶稣不光自己一个人出去传 带着门徒 接下来呢 这次他拆派12个门徒 出去传福音 他也扩大了这个传福音的队伍 也是 确实更多的人听闻福音 也从中提醒激励我们什么呢 我们有怎样的学习呢 那我们来看第二段 第二段是7到13节 是讲福音在外被传扬 第7节告诉我们 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 拆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 也是给他们全柄 制服 误鬼 那第6节 耶稣就 叫了12个门徒来 拆遣他们两个两个出去 其实就是相当于是6对 耶稣就赐给他们全柄 制服误鬼 其实这里也是 耶稣第一次 拆遣12个门徒 是门徒独自的出去 虽然耶稣没有与门徒 一起同去 但是这些门徒同样 拥有他的全柄和能力 胜过乌鬼和各样的疾病 他们分享耶稣这个权柄 延续耶稣的执事的这个意味 我们看到马可福音其实在强调 耶稣的权柄与能力 好那我们看到两个两个的出去呢 在当时的情况 他有一些的背景 是一般做就是法律 他们承认了至少要两个人做监政 然后呢也是在这个期间训练门徒 也让他们在这个当中彼此的帮助 彼此的扶持 也是在当时犹太人出行 他们也是这样的一个搭配 是很普遍的 亲爱的姐妹 那对于我们现今出去传道 或者做主的工作 我们最好也是两个的出去 也避免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 因为一个人比两个人好 所以我们接下来看 耶稣对门徒的两次讲话 他们出去要注意什么 第一个方面呢 是在八到九节 耶稣祝福他们 你们行路的时候也不要带食物 不要带口袋 带着你也不要带钱 你除了拐杖 你什么都不用带了 只要穿鞋 也不要带两件挂子 耶稣你叫我们出去 怎么什么都不带 那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耶稣要求门徒 以这样的方式出去 他有两个层面 第一个呢 是体现出 他们的工作的紧迫性 与周游啊 这样的一个性质 就是很急迫 你要去时间很短暂 那第二个是 在肉体上一切的需要 你出去都会有供应你们 以信心经历到神的恩典 神会在各个方面 来康顾他们的需要 你只需要带上 你所需要的 那这里也让我们看到 出去传福音 不是说我要带很多很多的东西出去 那不是不好 那其实耶稣这里告诉我们说 你只需要带 你需要的 你很需要的东西 熬市呢 对于传福音你要有很紧迫 因为很多的还没有听闻福音 如果你带很多的东西出去 就会被这些很多多东西残了 因为你带很多东西 你到这个地方传福音 你要拉着 其实是很不方便的 因为我在国内 就暑假 然后就出去 去不同的地方去传福音 因为我每次出去 我都是带着两个大的箱子 我很是不方便 所以我现在才突然明白 的确是这样 出去传福音 真的只是带需要的东西 新装上阵 但是你去的时候 不是说我什么都要带 也不是说我什么都不用带 而是 当我去的时候 你吃啊 这些你所用的 都会有供应 其实更重要的就是 经历到神的供应 那些愿意接受 听他福音的 也愿意接纳他们的这些人呢 也一定会供应他们所需要的 所以呢 不用去担心 我2016年 我被神呼召 我至今 没有上班 也没有挣钱 已经快六个年头了 但是那我没有缺乏什么 我曾经 想都没有想过 我可以去过 很多的地方 我在国内 大概去过五个省市 大概十多个地方 就是我到这些地方去的时候呢 我每次哦 我自己都没有花钱 都是神预备好的 包括不到每个地方 吃啊 住啊 用啊 其实都有 预备了 其实让我真的是经历到上帝的供应 上帝一切的丰富 当每次真的是需要 那些 很需要的时候 神都会 及时的供应 并且 有余 然后现今 我有机会来到马来西亚 真的还跟大家来分享 上帝的话语 这是我做梦都没有想过的 真的让我看到 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把我心态来到马来西亚 我依然 没有做工 但是上帝呼召我 那我就为 上帝给予我的这个使命 那我就去做 上帝他没有缺乏 也使得让我真的不断 在经历他那丰盛的恩典 所以我们接下来看 那耶稣 第二次 对门徒讲 是第十节到第十一节 又对他们说 你们无论到何处 是因为人的家 你就住在那里 你直到离开那个地方 何处的人不接待你 不听你们了 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 你就把脚上的尘土剁下去 对他们做见证就好了 那这里 其实耶稣 跟门徒讲 就是说 你进到那个城 你先去 意思说 你先去找一个好人 那就是说 你要去找一个 这个人是正直的 这个人是敬畏神的 并且他们也愿意接受 你所传的信息 他们愿意接待你 这样的人呢 你就留在他们家里 你直到离开 你就是说 你传福音 你到那边 不是说 我要找更舒服的地方去住 然后从这家 搬到那家 哪家好 我搬到哪家 不是的 如果这样做 就是恐怕你会得到 得到 就是得罪 第一家接待你的人 因为我们看到 在马太福音 也记载 耶稣差派 十二门徒 那耶稣 在马太福音 十二至十三节 他这里面 又告诉 就是说 要给配得平安的家 情安 那意思就是说呢 当你进到这个家 你就要为这个家 接待这个家庭呢 祝福求平安 把神的平安带到这个家庭 如果这个家配得 哎 这个祝福呢 就领受这个祝福 那如果他们呢 不配的这个祝福 那就要收回所祝福的 所说的这个祝福 那从当中也紧急的 让我们看到 我们 愿意 做一个接待 开放的家庭吗 开放自己的家 所以当那些不接待 他们的人 其实就是 拒绝 福音的人 那对于这些人呢 门徒就是要把脚上的尘土 堕下去 对他们做见证 那在当时的这个文化里面 犹太人出远门 他们特别他们 经过外邦人 地方的时候 他们回来 他们习惯呢 把脚上的尘土啊 堕下去 意思呢 是表示捷径 然后门徒 这里所表示的动作 主要就是 为了见证的缘故 意思是说什么呢 他们既然 门徒把福音传给他们了 向人传开了 那些拒绝福音的人 就应当自己 承担这个重大的责任 一个是在上帝 和人面前做见证 具体的呢 说明了传福音 这个人 以及那听到的人 都有很大的责任 那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 有没有去传 他没有听到福音 那我们要去传 当我们传了 他不相信 但是我们传了 至少他听到福音了 他有机会听到福音了 所以我们看到 接下来 最后十二至十三节 那门徒就出去了 他们一个行动 出去 又出去赶了许多的鬼 用油抹了病人 治好了他们 让我们看到 门徒出去 他们呢 按着耶稣所交代他们的 也体现出 门徒的顺服 更是看到门徒 对福音的回应 耶稣怎么做 他们也怎么做 他们出去 传教人悔改的道 并且给他们治病和赶鬼 然后门徒用油抹病人 治好他们 那这个抹油 是在耶稣当时的那个时代呢 它是一种 风俗被视为 是一种治疗的方法 也在雅各书五章十四节 也提到 用油抹病人 所以这里门徒 所做的这一些事 不是说门徒 有多么的厉害 而是是看到 仿佛是看到 是耶稣 是主的能力 与权柄 赋予门徒身上 这才是重点 同样 十二门徒 所做的这些 与耶稣 做的是同样的工作 那亲爱的朋友姐妹 那今天 你和我 我们有出去 传福音吗 我们有 顺服主的命令吗 主教的大使命 我们要去 使万民 做主的门徒 我们是否像 这十二个门徒一样 顺服 出去 带着耶稣所赐给我们的 权柄和能力 去传福音 是 那 为信的 那些万民 做主的门徒呢 让我们接下来 再看 在中间 在此经文下面 我们看到中间 穿上了 施洗约翰的殉道 直到三十节 门徒回来 其实一到三十节 才是这个 一个 一个 一个连贯 那门徒回来 也是让我们看到 在传福音 会被拒绝 甚至失去了生命 你还要受许多的苦 但是 其他东西 我们回看 耶稣所受的 耶稣被自己家乡人 弃绝 耶稣来 他是 他是王 他是宇宙万物的主 他道成了肉身 来到了世上 被世人拒绝 被世人咽弃 自身路底 钉在十字架上 受鞭上 受冤屈 所有的一切 家乡姐妹 我们回看耶稣 我们今天 我们真的是 何等的不配 当我们在去做的时候 我们受到了很多的冤屈 受到很多的 不公平的时候 我们就会产生了满月 但是我们回看 耶稣所做 耶稣所受的 是否是 给予我们很大的安慰呢 那这一段的信息 其实就是告诉我们 福音的路 不停息 是耶稣在传福音 虽然家乡人不接受 他没有停止 他要继续去传福音 那对于我们个人 今天 我们怎么样 首先我们要去传福音 我们要传给 先传给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灵舍 当他们拒绝 当他们拒绝了 我们不要弃累 我们依然的要坚持传福音 我们既然他们不接受 我们就走出去 我们不受环境的影响 其实我们看到今天 许多的宣教士 不是给我们做了 很好的榜样吗 家乡人 你在哪里 传福音 去传 如果不去传 也没有办法经历 耶稣给予我们的那样的恩典 那样的平安 那样的丰富 当我们出去传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上帝一切的公义 祂的平安 祂的祝福 祂的恩典 祂的全民 祂的能力 都要彰显出来 你会经历祂更丰盛的恩典 你在哪里 第二个 对于我们教会 教会在传福音的事工上面 我们教会的设立 就是使人听福音 像这些当地的人传福音 当这些当地的人不接受 不是说我们教会就停止了 只是维持自己的 那我们依然要去传福音 同时呢 我们要拆拜宣教室出去传 往外传 传福音 不是一个人传 或者教会的某几个弟兄姐妹 而是教会全体 每一个人都参与 就像现在疫情 教会 帮助那些需要的人 不是说每一年 就是几个弟兄姐妹一起出去 派发物资 然后派发一些需要的东西给别人 而是全体教会 每一个人一起去 所有人一起去 那才是教会 其实就像 其实 教会现在做这个青年的事工 青少年 我们现在 礼拜六晚上都有这样的一个参与 那亲爱的姐妹 他不是一个传道人或者同工 来去做这个事工 而是全体 教会的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 扶持一起来做这个事工 青年的事工 那我们可以 如果一起好了 我们没 就是我们可以去 接待邀请 这些少年人 我们去关怀他 我们一起把这个事工做起来 不是说传道牧师 也不是同工 而是教会一起 那亲爱的姐妹 最终是 你传福音了没有 主的大使命 主的命令 就是传福音 福音的路 他是不止息 因为福音 要求一切相信的人 阿们 历史 十字架 的大囊 终家赎回我灵魂 你暗点时我被坚决 叫我生命果子长存 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 借苦我借尽我为神做你门徒 求主拆迁我去穿扬你的爱 以爱拥抱尘世千里何以教会 似我星星悬崗在你凡事都能 求主在你凡事都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是资贺的大能 众家赎回我灵魂 你安殿时我被前选 叫我生命过此长存 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 艰苦我接近我为神做你本土 求主拆迁我去传扬你的爱 以爱拥抱全世界 千里和你教会 似我心心悬崗 在你凡事都能 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 努力我接近我为神做你本土 求主拆迁我去传扬你的爱 以爱拥抱全世界 千里和你教会 似我心心悬崗 在你凡事都能 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 在你凡事都能